这两支球队肯定都是充满自信的 毕竟上一场比赛双方都赢了 那么两个强者狭路相逢 谁又能够胜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邓恩拿球 找到了防线的空档 中间有霍兰在接应 这个船中被防止队员拦截了 这种划铲犯规动作 很容易就成为裁判抓典型的代表 我觉得裁判员是通过黄牌的判法 表明了态度 说队员们一定要注意动作 可是大多数的情况可都是事与愿违 但愿球员们接下来能够更加注意吧 是啊 一脚直在直接打穿防线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抢断 黄珊珊 黄珊珊 多好的机会啊 哎呀 结果就送给对手一个球门球 罗斯拉威尔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咱们哨哨响 边才举棋 越位 跑太快也不一定是好事 你要在对的时间跑才行 抽出了边线 手抛球 柳珊慧 胆大心系啊 在进区里抢回了球权 拉威尔 这样的传球可以多来几次啊 盖利奥 哈拉拿球 打门 霍兰 防守队员在进区边缘 阻止了这脚射门 领先的机会 球权到了对手脚下 他面临着对方的前场比抢 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啊 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应该能领先啊 比球应声入网 差一点点就偏出门柱了 要设向这个位置 还真是太不容易了 然而他还真做到了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拉威尔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球出界了 角球 角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文将轻松地做出了扑球 球丢了 这小展球非常果断 已经来到前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机会出现了 好球 对手估计还沉浸在进球的喜悦中呢 他们很快就把比方扳平了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他们这次在进门柱的位置 找到了盛门的机会 门将没能把球挡住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网霜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这是一脚横传 向着进区内的队友 可惜了 投球高路门压下来 传和跑已经到位了 已经很好了 最后一下还有待加强 临赛霍兰 亚里克斯摩根 索菲亚史密斯 这球直接顶给了门将 你看看这门将几乎没有动 把球就收了 对 网霜 网霜 这球能进吗 非常漂亮的赌枪呀 这个角球能让他们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吗 防守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 可是没有成功 他又阻止了一次攻门 门将今天要请他吃饭了 摇尾 漂亮 在后场把球断下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晚期没打成 球权被对手拿到 来到进区边缘了 观众也沸腾了 机会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拿到球过掉方式队员射门 漂亮 这是天才的表演 动作就像是行云流水 让人惊叹 是啊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这球可以考虑继续从边路往前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漂亮打门了 对手已经大举压上 正好打反击 防守队员回位不够及时 传到了禁区里 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手里 看起来拿得很轻松 实际上跟他的站位有很大关系 裁判示意 伤听补食一分钟 张瑞 这门被对手封堵了 比赛时间到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中场休息结束 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 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他在边路被放空了 我们刚才也分析了 说这次进攻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但你看还没分析完 对方就抢到了球权 张瑞 看中没有造成威胁 这个球啊推进到了前场了 打得太高了 脚没有收住 是时候做出调整了 安迪苏利文 他们还在耐心组织 寻找扳平的机会 他能扳平比分吗 千军一发 唐嘉丽 球已经拿不住了 对方的拼抢非常凶 霍兰也是个非常不错的传球手 危机解除 这次拦截做得很成功 摇尾 王珊珊 过人成功了 往说 一球的领先又只没有让他们满足 现在又打进球 拖大了比分 进球的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凯利奥哈拉 到了这个区域啊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这球就像是地道门将手上一样啊 让看张瑞的处理 抓住空档 挣脱防守 漂亮 还是很危险 领先优势 进一步扩大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看看 他把球带过了球门线 难得一见的进球啊 整条防线 难道都在猛游吗 现在比分是四比 目前的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二十五分钟 看看这叫船中的质量 后卫在关键时刻 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四网森 队友应该能拿到这个球 这次会不会有结果呢 手面如临大敌 没想到 却是对面送了个大礼 机会来了 球进了 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四个球 通过回放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这次的跑动 尤其精彩 精准找到了防线的漏洞 稳稳把球送进球门 目前双方比分是五比一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二十分钟了 四网森 摩根拿球 亚里克斯摩根 球又被他们打走了 要避免这种动作 他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 吴海燕 近在咫尺拉 堂尸了一脚掉射 差了一点啊 要是他运气好 那么一点点的话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看样子 教练员要调整他场上球员了 一致高水平的球队 不光善于创造机会 更善于捕捉机会 大比分领先 正是他们全队水平的真实写照 他们的进攻可还没有结束 冒着点球的风险 铲球抢断 亚里克斯摩根 索菲亚史密斯 就看他的表现了 这个球对方已经形成了单刀的局面 但是还是没能打破门将的尺子关 可以说是门将拯救了球队 他刚刚的表现犹如天神下凡 我感觉对方前方看到他已经有点腿软了 反击的好机会 慢悠悠的回防 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 可以打门了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中场哨就要想了 分差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往双 在几方后场划铲抢断 亚历克斯摩根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裁判名上犯规了 我们看到有两名队员同时要上场了 唐嘉丽 传给了王珊珊 这个传中球被挡住了 看看张瑞的处理 没有打进 球被门将挡出去了 直接化解了危机 主裁的哨响了 脚球 这个投球有失准投 对球门基本上没什么威胁 裁判示意不迟三分钟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所以说足球场嘛 就是风云变换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控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射门完成的不好 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全场比赛结束